2019年10月26日晚上11点11分21秒 贝依林在我Facebook留言 他说,关我什么事,吵你老母 就因为你八个字,我会永远记得你一秒 其实我常常都很困惑 一个女孩是怎样吵人老母的呢 如果她做不到,为什么她这么说呢 如果她做不到又有那个感觉 那只是证明一件事,她很有想象力 一个想象力这么丰富的女孩 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她叫Chantelle 在一个节目中,我曾经问过 Chanel和Chantelle有没有关系 后来我觉得我自己想得太多 因为如果一个女孩很喜欢Tiffany 她就会叫自己 Tiffany 而这么久以来,我未听过人叫Tiffantelle 或者Tiffanelle 2019年10月26日 晚上11分20秒 因为Chantelle留言 我会永远记得这一秒 而因为怕我自己记性不好 所以我决定,将她永远保留下来 有人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生和死的距离 因为随时有一百年 也不是我站在你面前 而你不知道我爱你 因为要站在你面前 起码还有20cm 我认为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是贝依林屌我老母 而我知道我永远没有办法变成我老母 我认为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我认为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